歌探长青树于天昨晚在高雄小巨蛋开唱了 高雄市长陈菊跟台南市长赖清德双双利林欣赏演出 不过演唱会最后于天接到了好友郭金发此事的二号 跟妻子李亚平哭红了双眼 他们感叹的说演唱会前一天还跟郭金发通过电话 他还说要到现场来听演唱会 怎么会说走就走呢 让演唱会谋上了爱上的气氛 雨天一身黑白亮片西装帅气登场 以重逢高雄港开场来和港督观众打招呼 横跨歌坛半世纪 歌坛中永远的天王于天举办高雄演唱会 吸引了近万名粉丝丽林现场一睹于天的风采 就连高雄市长陈菊 台南市长赖清德都双双来到台下聆听 而在演唱会最后接获好友郭金发突然过世的二号 于天夫妇两哭 由于天夫妇两都哭红了双眼感叹前一天还通过电话 而现场还有郭金发夫子俩送的花篮 全程120分钟演唱了25首歌曲 全程无冷场 于田一家大小盛装出席 冒足了劲 要让高雄的观众绝对只会飘价 民事新闻吕燕杰高雄市报道